今天為大家自駕車型 CNW 我現在人是在日本九州的 光那個排氣回家 全靠走在這裡 我現在要把現場 X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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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天氣非常嚴熱 最近都會有午後的雷震雨甚至大雨 建議大家就是在雨中行車要小心一點 開車要安全一點 今天為大家介紹的車型全新發表的小改款 BMW 7系列 7系列一直是該品牌非常重要的產品 以前的X-Drive是750i 沒有Allo 所以它是短軸的 我想這是原廠為什麼安排我們試這台車的很主要原因 因為在長軸也有四輪傳動的 它的售價台幣668萬整 但是這台車有四樣東西是另外加價選配的 待會在影片中一一來為大家介紹 其實我覺得7系列它的外型沒什麼好介紹 首先第一個因為它小改款 第二個部分就是它的大致上的尺碼甚至包含懸吊設計 和上一代是一樣的 甚至裡面放的那顆引擎也是上一代那一顆 但是引擎的馬力在750的部分提升非常多 我們看它的整個外型 首先第一個你要辨認比較新世代的BMW車型 你只要看這兩個很大的盛 它是連在一起 就代表它是新世代的 包含之前我們試駕的三系列 以及BMW S5 以及未來有機會為大家試駕的X7 S7聽說在大陸要加價很多錢才能夠買得到 這個大的盛行水箱護罩 除了造型不一樣之外 它裡面當然還是有可以自動遮蔽的葉片 當它今天不需要的時候它會把它遮起來 它的目的有幾個 第一個 你在冷車的時候 在熱車的速度會比較快 第二個部分就是 當你今天需要比較好的散熱的時候 它也會發揮它的功能 第三個部分就是 當你今天不需要 可是你要比較好的風阻的時候 它又多了另外一個功能 頭燈 多光束LED 它除了具備自動轉向以外 還多了車臂部分LED燈泡的功能 讓你在開車的過程中 尤其是沒有路燈的高速公路路段 它有非常好的照射遠度和亮度 在這個情況下 它不會影響到其他的 不管是同向或是對向的駕駛車 另外你可以選配M Sport Package 它的整個車頭造型包含了保桿下緣 就會完全不一樣了 我們今天試駕這台是標準版的 所以它外景上沒有做選配 我們接下來看它的車側 懸吊系統一樣維持跟上一代 前鋁合金的雙A倍 後鋁合金的多連桿 比較重要的重點當然就是 它搭配了氣壓懸吊 所以它可以調整車身高低 這個氣壓懸吊的功能 其實並不是在著重過彎性能 而是著重在 你在面對坑洞路面的時候的處理 加上你在高速行駛的穩定性 氣壓懸吊扮演了非常重要的功勞 氣壓懸吊另外一個功能就是 它可以讓你的輪圈升級 它的Lange可以比較廣一點 然後因為這一次的長軸也有 四輪傳動X-Driver 正常情況行駛 前面40% 後面60% 也代表它後驅的比例會稍微多一點 可是它的Lange很廣 它可以做到前軸100% 又或者後軸100% 當今天後軸100%的時候 前軸就是0% 那這個前後分配比例 其實對於後座買家來說 也不是那麼重要 因為比較重要會是車身配重 但是原廠特別強調 這個車身配重呢 和前置後驅的740比起來 它還是可以維持大概50比50的配重 為什麼 因為它的分動箱的位置 大約是在車身的中央 所以它不會影響到 不管你是後驅 或者是四驅的7系列 它的車身配重 那大7 其實現在有些車型 包含好像X7也有 就是它有這個L型的這個鍍鉻絲條 這個在這一代還是沿用的 後視鏡上面當然有 所有你想像的到的東西 包含了車側盲點 LED的方向燈 甚至還有一個鏡頭 因為它具備了360度 說到鏡頭 其實我覺得BMW鏡頭的設計 車頭和車尾是兩個鏡頭 當然你在靜止轉方向盤的時候 你看它鏡頭會跟著轉 非常的人性化 車門的桿鑰匙當然也是四個門的 而且上方有一個全景天窗 這個全景天窗 另外可以加價選配Skylounge 星空的全景天窗 然後在B柱上 有鏡面烤漆 另外還有一個重點 然後就是你打開車門才看得到 部分碳纖維車體 這個在上一代的七系列就有了 然後整個車門呢 有吸附式的車門 這個也是標準配備 還有螢幕鑰匙 這個螢幕鑰匙也是標配的 但是這個螢幕鑰匙上面 如果你要有遙控停車功能 要大概花三萬塊左右才有 這個要另外做選配的 整個車尾的設計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它現在這種3D式的 LED尾燈組 造型都會做外凸的 這個是目前最新的一個科技 而且也因為LED的關係 所以你在各個角度 甚至從上往下看 都可以很清楚的做辨識 然後中間還貫穿了一個鍍鉻飾料 下面還有一條LED 左邊告訴你它是X-Drive 四輪傳動 右邊長軸的750LI 保桿的下緣 因為這台車沒有選配M的套件 所以它的下緣看起來稍微保守一點 可是你還是可以看出來 就是它的鍍鉻飾條的包覆 還蠻巧沒有蠻有技巧的 兩側的排氣管 是整個被包覆在鍍鉻飾條內 我們打開引擎室可以看得出來 它是一具V8 你從上面的室蓋看得出來 在長軸的部分 基本起跳是直六 再來就是這具V8 那如果說你要買四缸 你只有買短軸 你要買柴油也只有短軸柴油 長軸並沒有柴油的 而這具引擎它和上一代的本體是一樣 可是它的馬力大幅的提升 最大馬力來到了530匹 扭力達到750Nm 變速箱一樣是搭配了8速手自排變速箱 0到100加速4.1秒 急速可以達到250公里 我問了原廠 這顆引擎既然本體一樣 它做了什麼改變 在上一代的7系列和這代的7系列 同樣本體是一樣的情況下 它的馬力居然可以多80匹 那這多80匹的原因有幾個 第一個中冷氣 就是Intercooler 它的效率變高了 第二個部分就是引擎公共電腦的提升 第三個部分最重要 就是它的燃油壓力 我們知道汽油燃油壓力 和柴油是不一樣的 汽油通常不會太高 燃油隨隨便便一兩千個bar 可是它這個汽油壓力 從原本的200bar變成350bar 提升它的燃油效率之後 所以馬力才會大幅的提升80匹 另外還有一個部分 就關心到行車模式 當然你今天如果切換到 ECO模式的時候 它一樣有怠速滑行的功能 我們記得介紹它的空間 你可以透過這鑰匙帶到身上 它只會附一把 另外一把是傳統的鑰匙 你用腳踢的方式 就可以開啟尾箱了 而且準確度非常高 打開之後可以看到 因為它後面有兩張總裁座椅 所以它的椅背當然不能倒屏 加上它水高規格的喇叭 這個喇叭是標配 所以它後面會有很多電子的配備 在阻擋行李箱和B柱之後的空間 然後它後面也不讓你放任何東西 也沒有什麼隔板 包含著下方的杖板也不能開 只有旁邊有個急救包 然後右邊有一點小小的置物空間 以及一個很貼心的掛鉤在這裡 宵夜掛鉤在這裡 它創造的容積數是515公升 這個公升數跟五系列幾乎一模一樣 打開車門 第一個它你看 自動吸附的車門 我很想這邊去夾一個小黃瓜 它會把那個小黃瓜夾斷 明天你的手來 小蒙姐來試看看 你還真的要來試 這個應該會被夾斷 可是我不知道它這有沒有防夾工 應該是有啦 沒有的話一定會被投訴 所以你關門的時候輕輕的就好了 靠上去就可以了 打開 你看它整個開口 無敵大的開口 而且這台車因為選配了一些皮質 包含寧歌紋 包含這個顏色的搭配 木紋飾板 金屬材質的一些飾條 飾板 然後皮質 六百多萬就這樣來了 坐進程度你會發現有一個就是它後座 你看它的椅墊的高度 我們現在前座在那裡對不對 它的高度比較高 為什麼 老闆有的年紀比較大 你坐進去呢 如果你太低 其實坐進去是吃力的 可是你看 這個進去的高度 它當然沒有像SUV那麼高 可是這個高度我想 對於年紀稍微長一點的老闆來說 他會喜歡這樣的高度 好我們坐接著坐進後座 這個後座會是它最大的賣點 在這邊也建議 范德大漆大概分為兩個方向 第一個自駕 可能你會買短軸 也可能你會買長軸 載著家人出去 那這個時候呢 駕駛者可能會決定 他可能是付錢的那個人 那那個時候 你駕駛者附近的配備 我覺得你就要給豐富一點 這是所謂自駕版的大漆 另外一種就是後座買家版的大漆 這個時候老闆 可能不會希望 太多舒適豪華的配備給駕駛用 只要它不要開起來很虐待就可以了 可是這個時候老闆希望的 後座的配備是最好最高規的 7系列不要說什麼領航版 什麼什麼版其實不用 它就一個自駕版和老闆版 這兩個版就好了 那你這樣做區分的話 我相信會吸引一些消費者上門 我們接著坐進後座呢 你有沒有看到它整個後座的空間 大概三個 三個拳頭 然後後面有兩個要選配的 平板影音系統 它的選配價錢是 10吋的觸控螢幕 18萬9千塊 另外還有一個要選配 總裁級座椅 15萬9千塊 其實它總裁座椅選完 還有一個配備 但是那個配備選完之後 變成你這台車只有四座 它延伸過來這邊有一些置物空間 包含一些配備 另外那個也要十幾二十萬 你這樣選完之後呢 逼住之後的大7就完全 是總裁級的享受了 那現在這個只有半套 你把扶手打開之後 你會看到就是第一個 非常經典的這個 來自三星的平板 它取消了一般平板的功能 但是這一個平板 卻可以控制逼住之後 很多包含了座椅 包含了影音系統 包含了隨便一個小小的遮陽臉 像我現在 我現在如果把遮陽板 我把它全部關掉 前面打開好了 哇 歪了怎麼辦 你要不要再挑一下 然後第二個部分就是座椅 它也可以分左右 我現在在左嘛 有沒有 它是用滑的 它是無線的 你看它進去之後 還有兩個卡榫會生出來電動的 因為我覺得麻煩 其實在這邊就可以做調整 其實它後面的座姿設定是蠻高的 我想它這個是考量到 真的像我剛剛講的 年紀大的人 買這個車的比例比較高 所以它希望它進駐車門是舒服的 是便利的 是輕鬆的 另外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就是這兩個 有點像是你在頭枕前面 很多人很喜歡這樣子 再放一個Hello Kitty 又或者再放一個枕頭 所以你坐到後面 頭部只要舒服 很多人覺得全身都舒服了 所以它這個頭部靠的頭枕 它是非常的軟 而且是擠皮的 加上剛剛說的選佩林格文 然後這個拉鍊 打開是什麼 ISOFACE 這台車後面是五座的 中間地板鼓起的面積稍微大 燈光 說到燈光 後面除了有全景天窗 有這個上方的SKY LAUNCH之外 前面這邊還有兩個獨立的化妝鏡 裡面有LED的照明 這冠儀最愛的 旁邊還有一個掛鉤 掛鉤旁邊這邊也有一個照明燈 在這邊 按鈕在這邊它是觸控的 然後有一些置物空間的設計 包含了鑽石級的BMW音響 在這邊也是有燈光的照明 在扶手的下方 兩個門板扶手的下方 這邊有一些快捷鍵 兩邊各有兩張的記憶裝置 甚至前方電動椅的快捷鍵設定 這兩張座椅插在這邊多了一個按鈕 它可以整個完全的平躺 它這邊顯示的是睡眠位置 會連動到前面這個副駕駛 可是這副駕駛要是有坐人的話 它感應到它不會讓你有睡眠位置 因為這樣前面那個人又被夾死了 所以基本上它已經到 以房車來說已經是非常奢侈的舒適座之人 接著我們來介紹全新大氣的內裝 它內裝有非常豐富的一些特色要跟大家介紹 首先啟動引擎 啟動引擎之後呢 車門感應鑰匙當然有 而且它有自動吸附的車門 輕輕靠一下 它就吸起來 門上另外還有幾個特色 首先第一個就窗戶 BMW比較高階的車款 只要是強調舒適或寧靜的話 它的玻璃就雙層了 所以你手可以摸得到 它是兩層玻璃合在一起 它完全幾乎可以阻隔 大部分的車外的一些噪音 氣囊素六顆 旋律系統這些都有 而且現在BMW只要三以上 包含了SUV的X3 都已經標配了5AT 所謂的5AT就是一些高階的輔助駕駛 你只要看到 冷氣出風口這邊有一個 綠色的外框包覆的一輛車 它大概就具備一些輔助駕駛 但是它還是有分 有些可能沒有ACC 有些可能沒有自動煞停 那要怎麼去確認呢 其實點下去之後 你會看到 儀表版這邊 iDrive 7 這邊會出現一些設定 個性化的設定 點進去之後 你會看到它有很多 包含了正面撞擊 側面撞擊警示 車道偏移 車道變換 全部都會在這邊做設定 然後你可以把它整個OFF 或整個ON 又或者是你可以用自訂模式來自訂 其他的自訂模式還包含了行車模式 行車模式沒有Sport Plus 可是Sport有兩個 可以去做設定 Comfort模式還有分兩個 就是一般標準還有Plus Plus它會更舒適 然後另外ECO Pro 你有沒有看到 它就有了 它有分一般 還有自訂模式 自訂模式你隨便 任何一個模式 只要它有一個設定自訂模式 你點進去之後 就可以看到它可以設定的東西 其實還蠻多的 包含了空檔滑行 當然你如果覺得這些都不好 你要自己做一個 設定的話 那也可以 你另外自己單獨的 在Sport模式 或是ECO模式 都可以做單獨的自訂設定 冷氣速度我下方還有一點學問就是 通常我們在調整溫度的時候 因為它是四驅的恆溫空調 你可以獨立的在這邊做風量和溫度 甚至風向的調整 但是如果你覺得調整這個很麻煩 其實BMW從以前旋鈕式 它可以獨立的去調整 某一個風向 某一個區域的瞬間冷暖功能 就是在這邊 你只要播了以後 你會看到這個iDrive 7它會顯示 這個以前是旋鈕的 現在就變成是觸控了數位的 隨著科技不斷的進步 然後下方就是一些音響 包含了冷氣的控制 冷氣的控制呢 甚至你要兩邊同步 又或者是後方空調設定都可以做 那iDrive 7這一次呢 有幾個比較大的重點 首先第一個它變成可以觸控了 然後第二個部分 就是它的選單全部移到左邊了 所以在左邊 你很清楚的告訴你 它有什麼樣的幾個大項可以做設定 你當然可以透過這個iDrive旋鈕 然後你往上推 它有幾個類似像我的最愛的一些快捷的設定 像我們現在設定就是第一個 導航、通話、通知、顯示幕 甚至包含了前方抬頭顯示器 然後下面有Qi無線充電 因為有Qi無線充電 搭配了無線的Apple CarPlay 所以我覺得B&W在手機整合這個部分 現在是領先業界的 我想這個也會慢慢的普及 慢慢的比較大眾化 你只要放上去可以充電 你不需要有一個很老人的線 去連接Apple CarPlay以及充電 然後這邊還是有一個USB 你可以充其他的3C商品 然後前面旁邊有兩個杯架 這個杯架你另外可以選保冷保溫的功能 變速箱的撥桿造型還是比較高一點 而且比較有一點突兀 我覺得可以稍微做得小一點 一樣是8速的手自排變速箱 這具變速箱不知道什麼時候會更新 可是目前還沒有聽到消息 撥到旁邊有手排模式的功能 P檔是按鈕的 旁邊有一個解鎖鍵 方向盤後方有換檔撥片 右邊是iDrive控制 左邊行車模式 循跡系統開關 下方停車雷達 還有這個攝影機按下去 它馬上可以啟動環境攝影 然後後面這個也很重要 你可以透過這個按鈕 按下去之後它這邊會閃燈 告訴你它現在是上升或下降 旁邊有電子手套車 還有AUTO HOLE AUTO HOLE的部分 除非今天你不想用 否則你上車設定好第一次AUTO HOLE之後 以後每次再發動不需要再按一次了 這個也做了更新了 然後後面有對開式的手套箱 這個打開裡面還有一個USB 以及一個12V電源供應 你會看到這對開式手套箱的上面 這個菱格紋 它有部分是標配 但是在座椅啊 甚至包含了扶手這邊 這個是選配的 它的選配價格 三萬六千塊 儀表板的數位顯示 我覺得它的變化沒有賓士來的豐富 但是你可以操作的東西可以透過方向盤左邊 這邊有一個BC的按鍵 你按下去之後 可以發現儀表板的右邊會有一些變化 里程啊 居止感應啊 它的效能啊 甚至它的最大馬力扭力的輸出啊 你都可以單獨的去做設定和切換 甚至包含電台還有多媒體的顯示 在方向盤撥桿的上面是BC對不對 下面還有一個A 這個就是它只要搭配了多光速的LED頭燈呢 就會有這個按鈕 它的大燈 不管是多光速或是遠近光自動遮蔽 和賓士有點不太一樣喔 賓士你要撥到遠光燈 它才真正的完全啟動 可是BMW不是 BMW是有一個按鍵 就是這個A 按下去你看到儀表板左邊 它會亮這個A的符號 也就代表它啟動了遠近光自動輔助 車道偏移轉向 甚至包含了多光速LED的調整 這個大燈非常的聰明喔 它要透過前方的鏡頭 偵測到有對向來車 或是你跟在車輛後面眼的時候呢 它會自動的遮蔽車輛附近的光源 所以你會發現你在高速公路如果沒有路段 有路段就不會啟動喔 一定要沒有路段的高速公路路段 你會發現 在你周圍的車輛或是對向車輛 它周圍的地面會是黑的 就代表它沒有影響到這些駕駛者 你的光源不會去影響到他們 這個是一個最高的科技 我覺得未來喔 現在可能在幾百萬的車才會有 可是以後會慢慢的下放 方向盤上面的按鍵 左邊就是5AT一些設定 包含了跟車距離的調整 速度還有限速的裝置 右邊主要是控制音響 這個音響的大小聲 包含了藍牙電話的接聽 都是在右邊 然後大燈與刷都有自動起閉的功能 方向盤左邊還有一些按鍵 只有一個後霧燈的開關 它沒有前霧燈 因為現在多光速不需要前霧燈了 另外還有一個重點就是它的音響 在750是標配 740要選配 這套音響好幾十萬喔 鑽石級的BMW的音響 第二個部分就是 你的聽覺喔 甚至包含你的視覺 為什麼它在晚上的時候 這個高音單體 甚至包含了門板上面這個音響喇叭 它都會有一些亮度 讓你覺得整個車看起來會非常的高級 可是相對你要付出非常多的代價 兩張座椅都是舒適型座椅 包含舒適型的頭枕 所謂舒適型頭枕 就是這個 跟賓士一樣 它可以調整 然後還有就是 它裡面的發泡棉是很軟的 那舒適型座椅的差異就是 它是多項調整 包含了大腿支撐 包含了記憶裝置 甚至包含了駕駛者的按摩功能 那這個按摩功能喔 你現在只要隨便啟動一個按鈕 你會看到iDrive7就顯示了 它告訴你 你現在在調整哪一張座椅 在門板旁邊 這邊有個2的符號 這個2的符號按下去之後 你調整的是 副駕駛的座椅 然後這按摩椅喔 你可以透過iDrive這邊把它叫出來 但是你如果覺得麻煩的話 其實它在前面這邊有個快捷鍵 你按下去之後它馬上就啟動了 然後啟動之後這個螢幕會告訴你 你要怎麼樣的按摩 你要哪一部分的按摩都有 所以大漆有非常多的科技配備 包含了前方抬頭顯示器 雖然它這個抬頭顯示器 在之前就有了 可是它的顯示的豐富程度 還是非常棒 那對於行車便利來說 我們知道5AT它是全速域的 第二個包含了車道維持 車道偏移警示 還有前方車流 前方障礙物的緊急煞停 它等於是全套的 我們之前在歐洲試駕三系列的時候 有一套可以記憶一段 50公尺路段的倒車輔助 就是當你今天碰到死巷子的時候 你要倒車可是你的技術不好 你倒不出來怎麼辦 它會幫你記憶50公尺 所以當你先打倒檔的時候 你會看到旁邊有一個倒車輔助功能 另外在iDrive的部分 它的手勢控制這次也做了更新了 第二個部分就是 你如果是多媒體或是你聽CD 又或者是你的電台要選到下一個 你比大拇指往右 它就到下一個電台 往左 它就到上一個電台 那這個時候如果說你發現 我想要按靜一下的時候 兩個手指頭按下去 它就靜音了 再按一下 那聲音就出來了 從最早我嫌這個配備 它感應器在這裡 我嫌這個配備嫌得要命 到現在我發現 可能以前比較不靈敏 可是有時候你的手放在附近的時候 其實你正好有一些什麼手勢 會影響到它 但是我覺得機率並沒有很高 重點在於就是 你如果這個時候雙手握方向盤開車 你突然想要靜音的時候 你手要離開方向盤 但是呢 方向盤上面這邊有按鈕 你不用離開方向盤 直接可以把它關大小聲 好不好用 大家自己去判斷 那這兩張座椅呢 它的整個調整的角度非常多 加上支撐性 包覆性表現都很好 另外還有一個功能 是隱藏版的 就當你今天播到Sport模式的時候 然後你設定到自訂模式 你會發現它的兩側蝴蝶 又會稍微夾緊一點 可是你播到Comfort 它又分開了 這個都可以在自訂模式裡面 單獨去做設定 另外還有一個要選配 就是上方這個Skylounge 這個有點類似 星空顏色可以做變化 調整的一個全景天窗 它要做選配 不過比較可惜就是 它不會自己去換顏色 賓士會 它隨著你自己去換顏色 可是B&W目前它的整個環境的 氣氛燈呢 你要單獨獨立的去多調整 而且它的顏色 變化的豐富程度 沒有賓士來的高 其實喔 這台車因為 泛德總代理它給我們車的時間比較長 我昨天為了去測 多光速LED的變化 還有它的聰明程度 昨天開了整晚的高速公路 所以其實我對這台車的心得已經很了解了 加上我也體驗過後座 我先講B組之前 它雖然是長軸 可是也許是X-Drive的關係 因為X-Drive它現在可以自動去分配 通常的時候它前面是40% 後面60% 也就代表就是 大部分還是後面稍微多一點 加上搭配20吋冷卷 也因為這樣子所以它的胎要求會稍微高一點 可是坐在車裡面喔 我剛好強調第一個 雙層玻璃 所以它的隔音的抑制表現喔 這個是老闆要的 第二個部分就是因為它有7R懸吊 其實台灣是很好測試懸吊的一個場所 因為我們的路況其實並不是很好 但是你看它整個行駛的穩定性和平衡性 你真的是沒話講 旗艦就是旗艦 當然現在因為畢竟它是大漆 所以你很多BMW高科技的東西都會在這台車上出現 那我們光講懸吊這個部分 跟後座有關係的 它後面要求的胎壓超過40PSI 但是我覺得其實不太需要打到這麼高 後面會大於前面的胎壓 你在行駛的過程中 像我們現在後面是39 其實前面大概36 後面40就可以了 這樣子的行車路感可以兼顧到寧靜度 還有舒適性 說到舒適性喔 我一直不斷強調輪胎 我也肯定跟范德建議 我說你們有沒有可能 就是像賓士一樣 來的車型不見得都搭配私壓續跑胎 你如果今天是在一般比較入門的車型上 你搭私壓續跑胎可能對於很多人來說 我省區換輪胎 譬如說我被叮著叮到 換輪胎的麻煩 那我覺得可以 可是當你今天要求的是性能 第一個性能 譬如說M系列 第二個 舒適 質感 整個很棒的移動過程的時候 施壓續跑胎會讓整個車的抓地力 甚至寧靜度會打折 那這個時候 你應該讓消費者選擇一般傳統的輪胎 搭配著打氣機和補胎機 施壓續跑胎不適合用在台灣 為什麼 我們的輪胎店的比例 當然沒有7-11這麼多 可是也很高 你每個縣市距離這麼近 加上每個縣市裡面到處 交道一下去就有輪胎電了 還有就是我們的道路救援這麼的方便 你這個時候搭配私壓續跑胎 其實是沒有太多意義的 這個我覺得原廠可以在未來做考慮 我們再來講大7 當你今天握的方向盤開車的感受 我現在是把通風儀打開的 我現在把按摩椅也開到第三段 加上它有很好的輔助駕駛 以及非常輕盈的油門 動力充沛的V8引擎 再加上控制非常線性的煞車 你有這幾個開起來讓你很輕鬆的機械操作 相對的你整個開車起來的穩定性就會提升 所以給你再好的再舒適的車輛設定 或是配備或是空間 你碰到一個開車觀念不好的駕駛 一切都是百搭 所以它的基礎就是來自於它的內在 搭配一個駕駛 它決定在於50%的舒適感的時候 然後再搭配原本50%車內的本質 這樣子的話你的移動過程中 就像現在這個樣子 就好像你家的非常舒適的沙發一樣 又或者是一個非常享受的空間裡面 從A點移動到B點 這個過程是非常棒非常美妙的 至於機械回饋 動力性能 操控性 這些對於自駕人來說會在意 可是我覺得它已經不是這台車的重點了 但對於後座買家來說 更不是這台車的重點 所以我一開始剛剛有講 如果可以從B出頗一半 應該讓消費者可以去選擇 我要後座的豪華 我要前座的操控性 又或者我可以花更多錢兩者兼得 用這樣來做區分的話 我相信七七列在台灣市場 會發掘出一批原本不願意買七七列的消費者 為了 為了 為了